是有一些颜色的部分 请各位回来思考 这个我想就是给各位当成作业吧 因为颜色的东西 其实能做的事情太多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不一定要存CSV 你可以把它存ECL 甚至是存成多个工作表 因为CSV跟ECL最大的差别是 CSV没有工作表 它一个档就是一个 那ECL的话是可以 一个ECL的工作部 里面可以很多工作表 OK 那当然不过这部分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可能要再去了解 Pandas 我们不是有一个 ToECL的一个方法 就把它存成ECL 那它其实 ToECL的档案名称 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就是再加一个 你的工作表名称 有没有 所以你每一次 虽然是存在同一个档案 但是你可以放在不同工作表 那它就会放在 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OK 那怎么做 可以猜猜看 OK 其实并不困难 很多你会发现好像讲 好像看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这是一行程式的解决 剩下的就是你要去把答案找出来 我是觉得 Python 目前在网路上Google 得到的答案 我觉得是相当多 因为其实分享的人很多 因为用的人多嘛 所以你Google到的答案应该也会非常多 只是说你要去取舍 你要知道哪一个答案是最好的 OK 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 他们都简体的简体字的会蛮多的 或者英文的 反而繁体的非常少 奇怪 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太分享 我觉得我们以前的年代 很多人都很容易分享 就是写 其实我也蛮爱写的 比如说最近这几年 我也就懒得写 因为我发现好像露营比较快 而且大家好像比较喜欢看露营的 因为你写 有时候你写半天 你写得很认真 但是说你要每个他截图 他做一些动作 已经可以写一本书出来了 其实书章也常常找我写书 但后来我其实也都没有写 为什么 因为写一本书花很多力气 但是很快就改版了 然后又要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写书的那个花的时间这么多 你得到了报酬 可能你比那个去 Saven工作打工还更少 对你写一本书写那么辛苦 但是你说真的赚不到钱 那这样谁要去做吗 OK 不过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一个想法 OK 想要说证明说自己这方面 其实还蛮有东西的 OK 好 那后来想要表现的方法其实蛮多的 所以其实 这几年也上课 当然尽可能把它录以下来放上去 当然有人看就看 没人看也就算了 反正就这样 你开心就好了 所以你也不要说老师你的东西为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你让老师要不要简介一下 要不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放上去已经很佛心了 你还要求什么呢 对OK 而且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愿意这样做 OK 所以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想法 所以做事情有时候没有特别的目的的时候 其实做起来才是比较开心的 OK 就这样 如果反而你想要得到什么 对不对 你有目的性的 那有目的性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嘛 你知道吗 你是要得到什么好处 你才会做这个事情 OK 我目前来说 应该我没有什么特态 所以你主要是我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OK 还有我的一些 大部分都是分享 OK 所以其他部分还是请各位会花一点时间回去再视作看看 这个包含就是说其他类骨也可以再延伸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抓那个乐透云 那我刚提到就是说 这边有1到68页 那当然你要1到68页 不是说叫你一次就全部写完 一般我的习惯是 反正我先抓一页 我一页抓了下来之后呢 那其他再跑回圈 就OK了 那跑完回圈OK之后再存档 看你现在要怎么存 像我刚刚提到 你要存CSV一个OK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分页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把它放ESale 或者把它放资料铺 其他方法其实OK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第一个把它抓下来 抓的话这里面我先demo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程式应该比想象中的来的简单 那里面程式 我把它写出来 你会发现前面几行 基本上都固定的 这六行有没有 就是用那个比如说Suite Request 然后给它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就是 这是什么 Index Page等于 Order By 等于New 这个都固定的 然后get它之后 那encoding的UTF8 主要是它那个网页的编码 是UTF8 那我给它 不过好像如果encoding 打UTF8 不掐 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不过这个这个我会把它 这个固定的 把它给那个 比如说帮我解析 那解析里面的话总共呢 其实我只要抓两个特征 一个特征的话呢就是标签 Table我刚刚讲 Table 表格 另外的一个特征就是TD 那你想说老师那不是有TR吗 TR就是Table Row 就是一列 那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Table Row抓回来之后 跟刚刚LI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切 好不好切 如果你TR OK 然后好切 那可以没问题 但是一样的问题 好像我记得我用TR 还是会有切资料的问题 所以我干脆抓TD 但是TD的话 有一个另外衍生的问题 就是说它一个总共有几栏呢 总共它这个页面 总共有1 2 3 4 然后倍数也算 也就是说它一列有4个图存格 那4个图存格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让它可以分别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 然后输出也可以是一个CSV档 这个的话可能要想想看 那我先把那个最后我做出来的结果 Demo给会看 不过这一题相对是比较简单 你会看到只有两个 一个是Table 一个是TD 然后再来的话我就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边得到的就是什么 这个是礼拜五 应该是上个礼拜五的 应该上个礼拜五 所以呢 刚刚好中间已经逗点了 所以我直接在存成CSV 这个就直接放在 直接以Sale都可以打开了 那里面我怎么做的 大家跟各位说一下 首先的话呢 当然你还是要做分析 那分析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先切到这边按右键 习惯上在表格左上角这边日系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理论上在往上桌 我刚刚给各位看到 这边有一个Table 应该是哪个Table 这边Table 往下 应该是下面这一个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 那理论上的话呢 当然你也 如果你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Table 一个是Class 如果没有Class的话 然后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Find All Table 然后算第几个 不过因为它这个有Class 所以我说第一个特征 就是它是一个Table 第二个特征 就是它是类别 叫做Auto Style 4 好 所以我抓回来 其实就指的是这一串 底下的这个 所以这个箭头 底下所有 有没有 然后这里面的话包含什么 所以它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反正将来你们看 它一定是这样Table 然后斜 有没有 斜线Table 它一个头一个尾 那中间的东西就在这里 那可能要习惯一下 这边有个箭 这个有个三角形 这个等于是展开 跟收放的一个机关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打开 目前的话 这是收子 打开 然后这里面有个Tbody 当然它有个TR 有没有 你会看到每一个都一个TR TR的话 这个是 第一个应该是它什么 它的标题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标题 TR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意思类推 有这么多TR 可是如果我要抓的话 应该怎么样抓比较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第一个日期 然后所以0123 然后如果我想要把它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很简单 我只要按照顺序 所以我再来的话底下 我就Find OTD 也就是说我找所有的储存格 然后再来的话 可是储存格是01234567 有没有 就是四个四栏嘛 所以是四的倍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变成一列的话 底下重点来了 For I in range 其实这边假设从0开始 然后你会发现 老师你为什么把它改成四 因为我要避开上面蓝位名声 我蓝位名声我另外加 如果假设你要顺便把蓝位名声加进来 你用0开始 0 然后一直到这个 因为把TT全部抓回来的话 它会变成重向的 变成说它就不会是四栏 可是如果你想要四栏为一列的话 你们会发现 我这边有一个技巧 就是逗点四 这个逗点四的话 就是stap 间隔四 也就是说 我先抓0之后 然后下一个就是抓4 所以你会让你会想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的结果就是这样 编号码 这个是0 123 那下一个下一列 实际上我是抓那一列的开头的储存格 那这边就是4 5 6 7 那再加4 8 有没有 9 10 11 所以呢 一律是4的配 所以呢 我在那个缝回轩后面 有加了一个逗点4 那其实指的就是说step4的意思 再来的话 那因为呢 抓过来之后的话 有1 2 总共有几个储存格 总共有 12 0 有没有 123 那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备注不要 所以其实我跳过备注 因为备注里面空的嘛 那抓回来其实没有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我这边给它三个大瓜符 因为我 假如说用串接的话很麻烦 我干脆用格式化 那格式化就是说 我这样要输出的格式就是 有三个资料 所以给三个大瓜符 然后中间呢 我希望它就是输出的结果 中间就帮我加逗点就好了 然后呢 后面点forment就是 我因为前面有三个大瓜符 所以呢 你变成你要给三个变数资料 那哪三个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把 把前面第一个先放过来 那这个的话理论上 应该就会是抓到的开头的这个 比如说日期 日期会塞到第一个 然后中奖号码有 总共有几个号码 六个就放在第二个 然后特别号就放在最后一个 那刚好 因为它这个规则就中间已经逗点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分割了 所以直接把它放过来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日期六个号码 特别号 所以它就是SPI.tether 下一个的话就是加1 加1就是下一个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我这边 我有加一个replace 这个我假设我先不要加好了 那为什么加我等一下显示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特别号 然后把它放在 在这一个格式里面 所以执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执行结果的话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日期是放在第一个 所以这个的话呢 第一个 这个放进来 然后再来就六个号码 放在第二个 再来就是第三个特别号 但是呢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空白 空白 所以这空白 那当然如果你要取代空白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用replace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之前我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用strip 所以这里应该也用strip 所以加在哪里 因为它是第二个资料 所以你就在这个i加1这里 .test 这边的话你可以加一个.strip strip 小瓜糊 表示说呢 我要去除 这个资料里面 不过为什么我要用replace 我前面有讲过 strip 是只能够去掉它前面 跟后面的 那如果中间呢 很抱歉 strip不行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用strip 能不能去掉呢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空白还在 所以如果将来 你的空白 你要取代的东西是在 那一个文字里面的话 那你就不行了 只能在它的左边跟它的右边 像之前好像有台银外汇那个 可因为为什么它在前面 ok没有问题 那如果不行的话 一样我们用什么 用点什么 点replace 然后 瓜糊 我要把空白 取代成没有 ok好 那不过这个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但是 执行之后会不会成功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执行 老师不是有空白吗 把空白取代掉 那为什么它没有理我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们资料是来自网络 那网络的空白 有没有 网络上面的空白 的那个质源 跟我们的质源量 那是不相 不一样的 网页上面的空白 它有一个特殊的 这个用 这个可能要 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 它的那个质源 你可以用 这个什么 反斜线 XA0 这个 ok 你们可以查一下 两页的那个空白 质源 其实就会查到这一个 然后呢 你不能用直接这边加 这空白 不然的话呢 它无法取代 这个蛮重 蛮 蛮常遇到 ok 把它加上去 反斜线 XA 这应该是0 XA0 好 那这个表示 网页来的空白 跟我们实际上的质源的空白 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处理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看一下有没有 空白又消失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也还蛮常遇到的 也就是说 你的空白 如果来自于网页上面的空白 你不能直接压空白 除非那个资料你已经下来了 下来之后 你在这些存取是可以用原来的空白 那这在网页上面就不行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理论上就已经把第一页给抓下来了 欸 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其他页都抓下来 并且存成一个CSV的话 欸那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一样嘛 我这边的话如果你第一页抓下来了 然后第二页的话应该就是什么 把这边改一下 这边改个二 有没有 然后执勤 欸就是第二页 可是你会发现喔 它每一页上面呢 其实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一到五十八页 那如果你抓一到五十八 变成说有五十八个栏位名称 所以喔 你看我那个放在云 网路上面的那个 云端上面的那个程式喔 你会发现我会从 我的缝回圈底下这个 是从四开始 为什么四开始 因为我要避开栏位名称 我将来喔 反正我下载一到五十八页 那我下载的都不会有栏位名称 那我直接串在一起 我就不用再去处理栏位名称 最后再补一个上面就比较好 反而比较简单 所以我这边栏位名称喔 我把它避开 所以你会让它抓下来的 这个就没有栏位名称 那我再把这边喔 改成有没有 一个回圈 就是for eye range 然后1.59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 让它抓抓抓 全部并在一起 存一个csv档 这样都ok了 这请各位试试看喔 那如果全部抓下来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统计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统计出来 ok 往这请各位试试看喔 那这个的程式喔 我要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0606的第几页呢 第一页的地方 ok 这边喔 有个 好 那我刚刚有提到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你如果 来自网页上面的空白 记得喔 这边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这个可能要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实在是 记不太起来的话 以后 就 你就可以 拿这个 拿这个啦 好像我的习惯 我就是直接 我的东西在 云端上面 然后我只要刚好需要的话 然后我就把 云端找一下 欸 马上就有答案了啦 ok 所以有些东西我 不会刻意去背它 但是 我要能够知道说 我将来如果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在哪边 确定是可以找得到 ok 如果假设找不到的话 它变得很麻烦的 有时候google google看下 不见得可以找到答案 ok 试一下喔 那所以第一个 先抓第一页 然后 后面的话 请你把 1到58页 全部抓下来之后 存成一个CSV档 好 试试看